大家好 今天是1月3号 星期二 今天的大盘没有破底 反而一路往上拉抬将近250点 你没有听错 你也没有看错 这就是台湾股市的特征 而且重点来了 这个盘要怎么看 要怎么做 才可以稳定的获胜 了解吗 来 进入周董的世界 今天大盘一路往下 这一段在符合我们的预期当中都有做到 不管是期货还有选择权 期货放空 选择权by put都有做到这一段 随后 周董看这个盘势 竟然在14000的时候又止跌了 有没有看到 140001 我说无巧不成数 会守这个点的不是外资 会守这个点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人曾经在这个点位有大局的 说要帮助大家 了解吗 所以这个点位相形的 上次已经破了一次 对不对 今天守住 守住的时候 我跟会员讲 我说不管是期货 不管是选择权的put 这边先获利一趟 随后一路往上 我没有想要做多 我没有想要by call 就一路看着行情往上走 最多走到了14237 还记得吧 周董的点位 14250 了解吗 没有过 可是重点也接近了 等于说这个大盘有一种反转的味道 了解吗 而这个反转的味道 基本上什么时候才可以认证 答案就是明天 我等一下会讲 这个大盘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顺着永远赚 好 回过头来 所以早上这一段做空都有赚到 对不对 接下来这一段没有做多 也没有by call 所以这一段没有做到 这一段没有做到 周董不会觉得可惜 因为这一段需要观察 为什么需要观察 他是长真的还是长假的 尾盘收相对的 差大概是13点 就平了金高 所以今天的行情是强的 也就是由弱转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非常注重现货的走势 也就是其实期货 记得 期货都是骗人 只有现货才是真的 所以不要去看期货什么 正价差 逆价差 价平 那都没有意义 那个只会害到你自己 不要去相信这些 要去看现货 他有没有如实的走出多头的样子 什么叫多头的样子 屡创新高 什么叫空头的样子 屡破新低 了解吗 所以期货跟选择权呢 从来都没有疑问 困难在哪里 困难在你的心里 你老是想跌到哪里有支撑 你老是想涨到哪里有压力 你永远做相反 你永远乱做 了解吗 而周董呢 从来不想 哪里有支撑 哪里有压力 我想的是什么 来 周董呢是想呢 进入十日线的世界 十日线之上 记得十日线之上 我们稳定的做多 还记得呢 我五天一个方向的理论吗 那为什么五天会一个方向 答案呢 就在自从周选择权 在台湾诞生以后 大概六年前 台湾指数呢 已经没有在一个月一个方向 过去都一个月一个方向 走得很慢 走得很久 通常呢 最后呢 要结算那几天呢 特别的厉害 一个月一个方向 而且呢 很难抓 了解吗 可是自从周选择权出现以来 我们呢 已经没有在一个月一个方向了 过去一个月一个方向是因为 期货跟选择权 刚好是呢 一个月结算一次 现在反而是一个礼拜结算一次 一个礼拜怎么算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结算 好来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呢 当大盘呢 已经站上市市线的时候 去看我的影片 10月27号 10月28号 我呢 是不是很老实的跟你讲 我做多 我做多呢 不打紧 我还跟你讲呢 会拉高结算 礼拜二 礼拜三 好 五天一个方向 有没有 这边呢 做多布局 做多布局 赚钱 赚钱 大赚 结算到最高 好 那接着呢 你去看我 11月3号跟11月4号的影片 在YouTube里面有 记得YouTube里面呢 要先进入 然后搜寻 周志伟 控一格 2022 1103 2022 1104 这两天我怎么讲的 我说呢 站上市市线 站上市市线 是在做多嘛 对不对 礼拜四 礼拜五 我们做多 礼拜一 礼拜三大赚 有没有 我们呢 几乎呢 赚了41倍 我老实的告诉你 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是怎么赚的 接着呢 我告诉你 十字线之上还是要做多 所以呢 礼拜四拉回做多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大赚 了解吗 好 那在十字线之上呢 我们也老实的告诉大家 我说呢 我们没有看空 可是呢 要等拉回做多 礼拜四 礼拜五做多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拉高结算 好 那选前呢 我告诉大家 我说呢 我们做了两天的多头以后 我先休息一下 因为选举呢 我认为呢 有一点压力 有一点不确定 结果呢 礼拜一呢 我开始呢 告诉大家 我说呢 这里呢 还是在十字线 礼拜二呢 做多 礼拜三大赚 有没有看到 还是一个方向 那接着呢 更恐怖的是 12月1号 为什么周董敢讲 12月1号 我的影片很恐怖 答案很简单 我跟你讲 虽然在十字线之上 虽然已经挑战了新高 15 152 可是我要做空 我要做空 哎 你一定会问 那不就在十字线之上吗 不是没有压力吗 为什么这时候你敢做空 你想做空 那你是不是颠覆了自己十字线的理论 我说不是这样讲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我说呢 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周董呢 从18岁 来看 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周董呢 从18岁呢 到现在52岁 从来没有看过的情形 你去看我12月1号的影片 你会吓到 我跟你讲什么情形 我说呢 这个是11月30号 这一天呢 是12月1号 这时候呢 11月已经收高了 12月呢 再跳空上去 你有没有看到有个跳空缺口 将近200点 那将近200点的缺口呢 我说我从18岁到52岁呢 这个漫长的时间啊 从来没有看过一件事叫做什么 叫做月跳空 什么叫月跳空 我记得那个影片呢 讲的很精彩 那个影片呢 就告诉你 我说呢 每一个月呢 K线啊 几乎呢 会连在一起 有没有看到 它没有出现缺口啊 为什么没有出现缺口 因为不敢 了解吗 为什么缺口不敢出现 答案很简单嘛 所谓的月跳空 这个月 结果跳空往上涨 12月一定要一路往上走 如果12月一路往上走的话 这样的月跳空等级 台湾股市不得了 最少要涨过2万点 可是答案是什么 不可 那一样的道理啊 月跳空 下跌的话 那要崩盘 答案是很少 了解吗 所以呢 当天我告诉大家 来 12月1号的影片呢 记得回去看十遍 当时间我告诉大家呢 这边是不是跳空 跳空必回补 回补哪里 回补呢 11月的最高点 14875左右 了解吗 结果有没有回补 不但回补还反转 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讲的都是未来 我的影片呢 讲的都是告诉你 未来该怎么做才会稳转 这时候呢放空 放空 放空 大转 大转 有没有看到 这一路以来呢 我告诉你 我说五天一个方向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也是一样 可是呢 这五天呢 相当的震荡 了解吗 今天呢 礼拜二 那礼拜四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二 因为呢 我们礼拜一向休假 那今天呢 盘氏呢 他做一个反转往上 那反转往上呢 为什么我说明天才可以确定 当然简单嘛 今天呢 有没有收上14224 今天最高呢 还来点到了14237 那今天十字线呢 是14235 等于呢 第二次 第二次又摸到了十字线 那摸到十字线呢 你要记得 摸到十字线呢 是空头 没有力 多头 转的 开始呢 想要往上攻击的一个态势 可是到底呢 能不能相信多头 答案很简单啊 从明天开始 屡创新高 那就对了 如果明天开始 又跌落十字线的话 你就知道了 来 我说呢 明天就很重要 不要去呢 预测 也不要去呢 乱猜 了解吗 比如说呢 这里呢 站上十字线 可以啊 这边也有 比如说呢 这边呢摸到十字线 盘中还站上 可以啊 你隔天涨嘛 隔天没有涨 还倒跌 这边呢 站上 对不对 你隔天涨嘛 没有涨还倒跌 这边站上 你隔天涨嘛 可是呢隔天没有过前高 没有过前高 就很可疑啊 对不对 结果呢又开始下跌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十字线 十字线 就是台湾股市唯一一条线 台湾股市没有其他的线 你学技术分析呢 如果你敢给我看 其他的线的话 我告诉你 你一辈子 了解吗 这就是台湾股市的秘密 台湾股市只有一条线 叫十字线 十字线叫做 攻击发起线 什么叫攻击发起线 K线 日K啦 站上十字线之上 叫多头攻击 一路攻击到 空头全部认输 那一样的道理啊 如果日K在十字线之下 叫做空头攻击 一路攻击到 多头全部断头 不要不信邪 来来看 这边呢 是不是空头攻击 有没有攻击到呢 多头全部断头 有吧 这是不是多头攻击 有没有呢 一路嘎空呢 嘎到空头 嘎到外套空 有吧 联系吗 所以呢答案呢 就是台湾股市呢 你只能看十字线来操作 好 那进入周董事件 实现操作的话呢 我们上礼拜呢 先期货赚112点 那这个呢 夜盘呢 反弹200点 没有做多 那接着呢 隔日呢 我朋友呢 利用 往上拉的态势呢 先赚67点 然后稳稳荡荡的 普特开始赚57% 那这个普特呢 我说我有流仓 63%呢先挂着 结果呢 果然呢 赚了115% 好 累积获胜的战果 有没有看到 我看对的方向 我也做 了解吗 看对要敢做啊 常常很多人 骑货跟选择人 觉得做不好是什么 看对不敢做 看错拼命做 不是倒过来吗 你能把你的想法倒过来 看对要敢做 看错不要做 知道吗 很简单的 那怎么知道自己对还错 实现嘛 还有周董的开板架 了解吗 来看 所以呢我们呢 不管是普特 不管是起货 都能稳定的放空 了解吗 所以呢 才会一路呢 先赚1.5倍 今天早上也是做空嘛 了解吗 而且呢我们呢 这一天的空单还有留着 了解吗 我是跟你讲留一半 留一半呢 空在14213左右 今天不就是大赚了将近250点 了解吗 可是呢 我没有这样跟你算 我算今天的 今天呢 这个新的 只赚95点 可是呢 选择权 你有没有看到 除了呢 一样的标的啊 1月EW 1400 input 对不对 又赚了两倍 先赚1.5倍 先赚1.5倍 获利入带 再赚2倍 又获利入带 那获利入带的一个条件在哪里 答案很简单 我跟会员讲 杀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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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一起会崩盘 杀不下去 我们呢 就适时的获利了解 了解吗 来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当杀不下去的时候呢 我中的现货已经到了14001点 了解吗 杀不下去很明显 所以呢 我们的适时获利可以赚2倍 这就是周董的赚钱之道 了解吗 不需要呢 把钱赚尽 只需要呢 有赚 一定要放口袋 而且呢 币赚一定有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 永远的做对边 就像今天 今天反转上来 是不是嘎了250点 我没有buy call 我没有做多 可是重点 我们呢 把赚的留下来 而且 我们永远要做对边 不是说呢 今天呢 看他不高兴 看他不爽 就以为呢 他不会涨 没有吧 今天直接呢 往上拉抬了250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拉抬250点呢 到底对 还是不对 到底多头是真 还是不真 明天就知道了 不用看期货哦 要看现货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事事先 我一路告诉你 我说呢 我从头到尾 就给你一条线 从头到尾 就给你一条线 14250 明天一定要站上 而且要屡创新高 才有多头啊 如果没有的话 我人格跟你担保 还会抢空 你就会问为什么 台湾股市不是很惨的吗 怎么还会跌 周总告诉你 投资的世界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了解吗 当你想要做多的时候 必然有比你厉害的人 想要做空 当你想要做空的时候 还有今天比你厉害的人 嘎你250天 没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你呢 跟我一样 永远坐对边 把赚的拿下来 把赚的放口呆 剩下的呢 不要去多想 了解吗 今天卡250天 明天就知道了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来 周董呢 每一次赚的我都告诉你 我怎么做的 所以我的影片呢 基本上你每一天都要看 这是呢 我们呢 从上礼拜四到今天的绩效 全部累积哦 全部累加哦 已经六倍了哦 然后呢 上一个礼拜的6.9倍 了解吗 而且呢 每一天都告诉你 我怎么动的 我怎么做的 起过也一样 今天呢 少做一趟往上的 因为呢 不预期 所以没有做到 没有关系 可是重点 274点 我们呢 做空的方向 全部赚到 有没有 上个月呢 是不是2800点 都看我的影片 都赚到了 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影片呢 有36万的点阅率 记得哦 支持周董的 认为时日限是永远赚的一条线 麻烦你呢 帮周董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拜托大家 所以呢 周董告诉大家 我说呢 台湾股市你要记得 现在只剩下期货 还有选择权 是一个稳定赚的 你了解吗 既然资金要并分而入 那一半的资金 拿来做期货跟选择权 尤其是周选择权 按照我们币赚的道理 有没有 稳稳荡荡的 所有的绩效 选择权哦 六倍 六连九倍 是八倍 而且这是每一天都告诉你 我做的方向 我怎么做的 了解吗 而且呢 稳荡的 100万的资金 切割成 十等分 每一次 就做十分之一啊 每一次做十分之一的话 也就是100万总资金哦 我一次下单 买周旋的权 买多少 十万就好 就不会怕了 那如果你是十万的资金呢 那很简单嘛 一次买一万 十万的资金呢 一次一个礼拜可以赚一百八十万 一万的资金呢 也可以赚十八万 知道吗 它是一个稳定获胜的周选择权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 每一个影片都跟你讲 我们做的标的 我们做的方向 我们赚的倍数 而且是今天做明天印证 了解吗 所以你有时间看的话 麻烦你从六月看到现在 没有时间看的话 麻烦你从十月二十七号 看到今天 没有多少支影片 可是你看完以后 你就知道了 原来期货跟选择权 在台湾是必赚的 必赚的工具 知道吗 温文荡荡的还可以赚十一倍 而且呢 全部从六月到十一月 还可以赚三百七十七倍 这就是我要给你 学习期货 周选择权跟月选择权 必赚的道理 那这个必赚的道理呢 你现在已经开始懂了 对不对 就是十二千 就是关键价 接下来你不懂的是 期货要怎么进场 周选择权要挑哪一个标的 周董告诉你 我亲自带你 可是重点 你要打电话 02-2321-9933 02-2321-9933 跟周董联络 周董就可以教你 期货周选择权跟月选择权 好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期货投资分享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